耶稣医治麻风病人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至十六节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小镇 遇见一个浑身患麻风病的人 那人一看见耶稣 就俯伏在地上恳求说 主啊 如果你肯 一定能使我洁净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他身上的麻风病 立刻消失了 耶稣又嘱咐他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要去让祭司查看你的身体 照摩西的规定 献上祭物 向众人证明你已经洁净了 结果耶稣的名声 穿得更广了 成群的人聚集到他那里 听他讲道 求他医病 不过他还是常常推到旷野 去祷告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